屌尼老母臭花蟹,現在我們慘過死父親, 看久一點咸豐年前的倉底廣府畫片先吧! 港人開又講,我們暫裏、劍聲、上海、省城、香港、馬來亞和石獵都有出粵語聲片, 不過世界第一出粵語片,始終是在我們暫裏曼谷大京都拍的《微光晴郎》。 我們暫裏真是夠懶惰扮拉家啦! 喝一杯海南郭彼爹,聽下豆叔父教你如何懶惰做人啦! 我,都未聽下美娃叔教訓下咯! 不是教訓,不過我正在講給這兩個小孩聽,說我在這幾十年來,親眼見到有汽車的發明,還有電話啊,無線電啊,油船啊,飛機之類而已。 還有啊,三輪車啊! 沒錯! 電影和收音機,這些這樣的發明,就是在我的時代介紹出來的。 那你不能帶我多少呢? 我帶你們一袋。 哦,一袋。 所以我要將我的知識,傳授給你們,同時希望你們將你們的知識,傳授給你們的主題。 這些就是我們做專輩的責任。 因為近代的科學這麼發達,這個世界儲乎越變越小。 所以,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算得是越,即是每一個國家和其他的國家都有接近的機會。 這樣就是可以使每一個國家的民族,來研究對方的風俗和需要。 這一種互相尊重的精神,可以使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得到更大的發展機會。 個人的機會和計劃。 是進步的基礎。 我們的努力,在這個時代,可以收到效果的。 家庭組織是社會的基礎。 它在社會的影響是很重要。 它的成功是忠實、信仰和親愛。 有些貪利和盲從的組織,為著它們的理想,會撈出一氣,破壞社會。 它們或者暫時有勢力,可以圍住整個國家的人民。 但是它們的結果,都是被那些頭腦清醒的良民打到的。